澳大利亚又来南海军事挑衅 我们为啥不能反制 大家好,我是罗富强 欢迎来到富强观赏室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中国航母舰队也应该去围着澳大利亚岛自由航行 据澳门5月7日报道 澳大利亚军方宣布将派遣四艘军舰前往南海进行巡航 还要进行军事演习 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典型的挑衅行为 也是澳大利亚反华行动升级的具体表现 中央两国本无冤无仇 过去几十年关系一直很好 但莫里森上台之后 从前天开始 澳大利亚开始紧紧抱着美国极端反华的特朗普大队 投身于反华的行列 成为世界上最极端反华的国家 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以后 延续了特朗普的极端反华路线 那么澳大利亚还与过去一样 继续紧紧地抱着拜登的大腿 一道极端反华 从去年开始 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反华行为 输手开始反制 进行惩罚 那么在煤炭 葡萄酒 海产品 牛奶 木制品等方面 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有限的制裁 目的是让澳大利亚悬崖热马 迷途直返 但是澳大利亚在叫了几声痛 贾清新的呼吁几次要改善中澳关系以后 人就继续紧跟拜登政府一道 积极地反华 毫无悔改的迹象 甚至变本加厉 于是呢 在5月6号 中国国家发改委 发布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 一切活动的声明 证明说 近期 澳大利亚政府某些人士 既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推出系列的干扰破坏 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 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 国家发改改委决定 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这个声明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无限期暂停 一个就是一切活动 可见中国正式决定是一定要把澳大利亚打残 让他彻底醒悟 让他要么回头是岸 要么走上不归路 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2020年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488.3亿元 而整个澳大利亚的贸易顺差只有584.5亿美元 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占了83.5%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顺差是来自于中国 面对这样依赖中国的状况 吃错药的澳大利亚却 吃中国的饭炸中国的锅 用民间一句话叫做 真是太欠揍不打不行了 但我看来这还不够 澳大利亚以为抱着美国人的大腿就能有恃无恐 还必须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威胁是啥味道 澳大利亚不是整天跟着美国叫做所谓的中国威胁吗 不是跟着美国甚至自己派军舰来南海台海广海搞什么自由航行 对中国进行秀肌肉挑衅吗 甚至还与日本签署什么所谓的互惠准数协定 这个行政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 居然可以相互驻军 然后澳大利亚还派遣军机飞到广海上空对中国搞侦察监视活动 因此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管治其人之身 既然你澳大利亚无中生有地渲染什么中国威胁呢 来到中国的家门口秀肌肉搞军事挑衅 那我们中国为什么不真的就让澳大利亚体会一下什么是中国威胁呢 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航母舰队要进行远航训练 远海航行将成为一种常态吗 那么我们完全就可以把我们的航空母舰那个舰队 派到澳大利亚岛的周边海域 用他们的话叫做自由航行 是的 联合国国际海洋法第87一A条 对自由航行已经进行了法典化的规律 是指每个国家无论是远海还是内陆国家 具有权在公海上巡使其挂着旗帜的舰船 那么舰船在公海上除受舰船国管辖之外 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管辖或者支配 不受任何强制性的海上的礼节性的内心约束 也不承担缴纳任何通行税的义务 那么美国签署了这个法案 但一直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 但美国军舰却始终把南海、台海、东海 当作美国军舰自由航行的主要路线 澳大利亚也频频地派遣军舰 跟着美国军舰一到自由航行 还自己派遣军舰 你看5月7号他又宣复 要派四艘军舰到南海来搞什么自由航行 巡航还要组织演习 因此中国组织航母舰队到澳大利亚 周边海域自由航行 法理依据是非常充分的 澳大利亚人一定会很清楚我们的用语 也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威胁 这不就是澳大利亚自己的反华言行 自己呼唤来的结果吗 澳大利亚渲染中国威胁 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威胁 好 本期话节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